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笑的是 那些疯传这样路透照片的某些号里 之前发布过的帖子里 还有一些是在宣扬任嘉伦不接吻戏 看剧本先看有没有吻戏 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 传任嘉伦不接吻戏的是你们 传那些胡路透的也是你们 前后打脸的感觉很好玩吗 看到一些小粉丝在这些路透下面喊什么 哥哥超甜 哥哥终于有吻戏了 等这类话 我真的忍不住想说几句 你哥甜不甜 不在于这一个吻 单看这样一张照片 不甜吗 你哥的甜是天生自带的美 不是有吻戏就甜 你哥有没有吻戏 作为粉丝也无需激动 再说一句关于吻戏这个言论 是否有吻戏要看剧情的设定 吻的是嘴巴还是额头或者是脸颊 也要看剧情的设定 至于说导演会听任嘉伦的把接吻变成额头吻 还特地把高级的这三个字加上引号 我觉得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了 任嘉伦得是多大咖 才能完全左右得了导演的思想 他和导演的沟通不过是基于角色 基于剧情的合理探讨 导演思考了觉得任嘉伦说的确实有道理 才会采纳 而不是任嘉伦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任嘉伦对于角色的深度揣摩和解读 也让各位导演和搭档们一再肯定 这些都是基于任嘉伦自己的努力 也因此而让他和导演们会一次一次搭档出彩 也会因戏结缘 成为很好的家人 任嘉伦之前提到过挑剧本的原则 不能是重复的角色 如果一定是重复的角色 一定是比上一个角色更突出 更有挑战性 否则这样的角色他几乎不会考虑 任嘉伦从头到尾没有说过 自己有吻戏就会聚接心戏 而粉丝们也无需欢呼 终于看到哥哥的吻戏 想看你哥的吻戏大堂里非常非常的多 可以让你反复的去温戏 而之后没有吻戏也不是所谓的任嘉伦不接吻戏 而是剧情设定 人物设定 更让人心疼的是 任嘉伦曾经辟谣过不拍吻戏 用吻替的原因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怕传染同族女演员 为什么这些你哥亲自辟谣的话你们记不住 反而去听行那些营销号的话 爱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就是要选择他 尊重他 相信他吗 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 我相信任嘉伦是一个值得我尊重的好演员 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自己认真的揣摩 考量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作为锦衣之下的剧粉 我超级认同额头吻确实高级感满满的 那种能让人感觉到十足的珍视 呵护的情深 比直接的接吻更让人感受到的甜蜜宝鸡 这一幕是陆毅抢情回来之后的剧情 当时陆毅的深情表白 惊吓得不可置信 两人终于正式地宣告了自己的心意 刚刚受到惊吓的惊吓 面对陆毅的告白显然是很惊讶的 而后才是欣喜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受了如此巨大的惊吓 陆毅自然是心疼万分 这里如果换成接吻 反而不一定有额头吻这样的高级感 效果上也会大打折扣 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接吻的画面 再来和额头吻对比一下 所以有没有吻戏 最重要的是剧情 有时候额头吻能比接吻更好地表达出 男主对女主的真实感 为什么导演要反对 好好地听任佳伦自己说的话 别人说的都是假的 美好的四月来了 距离任佳伦的生日剩下十天时间了 距离新专辑发布也没多长时间了 希望这个四月 除了生日和新专辑之外 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下一个先来的剧会是 乌鸦小姐与心意先生吗 还是蓝艳突击 又或者是不说再见呢 无论怎样 新剧要搞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寻传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